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大家是特别在宋圣之后是真的发喜充满的 那个气氛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而且我觉得像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了 就是说也有看到很多的我们的师兄师姐们来的时候呢 不但是为自己家人就是超度他们 甚至也有像师父好像在这个节目开之前跟我提到说 曾经有人也写过宠物 这个是每一年都有的 每年都有的 对 因为其实宠物陪伴着家人一起成长 但也是家庭的一份子 一份子没错 所以有的是写自己的宠物 帽和狗和爱犬什么什么名字这样 那有的是说 比如说他家里头做了一些清洁啦什么 也有人来问 比如说有些 你像在台湾 我看过就也有超见蟑螂的 蟑螂类的有缘众生 当然也有说鼠类 这个众生 或者鱼类 他们有他们的因缘 我们也不会问太多 那总是我觉得众生平等 这个在佛教里头可以就是看到那种慈悲 慈悲 对没错 好 所以师父呢 讲到慈悲 今天呢 在这个空中佛学院呢 师父要跟我们提什么样新的课程呢 是这个 今天的这个与明相对话 我想跟大家讲 试色法 试色法 这是一个度众 也可以讲我们行菩萨道的一个方便法门 好 那我们赶快请师父来跟我们上课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菩萨大家吉祥 今天的与明相对话 想跟大家谈谈 我们在学习佛法 然后将佛法要去练习着去运用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堂功课 叫试色法 试呢 一二三四 因为它有四个这个项目 色呢 色受 色受众生的这个色 这个试色的内容就是 布施 爱语 力行 同事 这个是我们行菩萨道必修的功课 它的这个内容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里就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那第一个是布施 当然布施是有什么东西 从我们的身上 然后给予别人 那如果是对于贫困的人 我们可能要给他一些金钱啊 物资啊 这些来给予他 那这种是叫财布施 财师 那另外呢 比如说有一些是知识上的 包含佛法上 或者是有一些专门的技能等等 这种的呢 是一种叫法布施 叫法师 那另外对于有一些比较 比如说他没有信心 或者他正处在某种情况 他很担心 那我们去鼓励他 或者是 总之你让他 不会再担心害怕 这样 这个叫无畏师 无畏 就是无有恐惧的意思 你像观音菩萨呢 他又叫做观自在菩萨 另外呢 他又叫做师无畏菩萨 因为所有的人 真的当他担心害怕的时候 很紧张 很担忧 通常都会念 观音菩萨的圣号 你一边念观音菩萨 那个忐忑不安的 这种心情呢 很自然就得到 一股力量的加持 那所以观音菩萨 真的是 我们大家共同的母亲 是给予我们 不再担心害怕的 慈悲的菩萨 所以第一个呢 当我们要 特别这个四色法 他其实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一定可以改善 人我之间的关系 人际关系的 四个方便法门 这个就是四色法 那第一个布施 所以当我们可以 对身边的人 来做到布施的时候 不管是财师 法师 无畏师 很自然 彼此之间的 这个因缘 也会就是变得很好 那第二个叫爱语 爱语讲的是 这种赞美呀 鼓励呀 或者安慰的话语 这个跟爱语 如果相反的话 可能就是恶口啦 可能骂人啊 伤人 讲讽刺等等那些 让人家听起来 不舒服的话 但爱语呢 它就是很柔和的 给人无限的温暖 无限的鼓励 那么像这样子 你说这个人际关系 如果你平常时 总是讲 这个正能量的话 正面鼓励 总是能够 这个出自你的口 人家听到都欢喜 都有信心 我相信啊 你的人际关系 也一定会很好的 那第三呢 叫利行 利行 就是帮助别人 利是好像对人家有利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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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的行为 那么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那么所谓的成人之美 或者是说 给人方便等等 这一些 就帮助别人的事情 那么这些都属于利行 当然你帮助别人 人际关系一定会好的 第四个呢 叫同事 这个同事呢 大家不要以为是 他是我公司的同事 同事这两个字 确实是 就是这两个字 相同的同 这个事就工作的 事物 这个同事 但是呢 他的意思并不是 你在职场上 同单位的那种工作关系 而是说 当一个人 他观察到 譬如想 说我去监狱 跟就是被 关在牢狱之中的 这些犯人 讲话 讲课 那么我要怎么样 可以让他们 不会觉得 我是很亲近的 或者我是高高在上的 怎么样 就我要怎么样 揣摩到 我跟他们 是相同的立场 或者是 我是明白 他们的感受 这个是我们 要去揣摩的 就好像 一个妈妈 她要喂 小孩吃饭 她要小孩张开口 小孩不愿意的时候 这个妈妈会怎么做呢 她就会说 啊 啊 就示范 那个张开口的 那个动作 给孩子看 孩子跟着 就会张开口 跟着妈妈一起做 张口的动作 她才喂饭 就是我用你的程度 我用你的立场 为你设想 然后给予你 所需要的引导 这个叫同事设 这就好像 其实在佛陀时代 也曾经发生过 有一个人呢 他生下来就很丑 他的那个样子 让人家看到会害怕 所以呢 他这一辈子 躲在深山里 有一次呢 佛陀到那个区域 去弘法 知道这个人 其实他有个得度姻缘 要到了 佛陀就走进深里里头 要跟他讲话 但是佛陀知道 如果他就是这么 庄严光明的样子 这个丑人 一定会躲避的 所以佛陀呢 用神通把自己变丑 然后呢 那个样子跟他差不多 那就走进深里里 那个丑人就出来说 哎呀 我终于看到一个人 跟我差不多了 他就不会害怕 然后佛陀再跟他讲话 他说 你为什么讲的话 这么好听 我好喜欢听 但佛陀越讲了 那个样子就越来越庄严 可是当时对方 已经喜欢听佛陀讲话 然后也知道 原来是佛陀 然后佛陀就 这个告诉他 他要怎么修行 所以同事社 其实是解除对方的心防 就是你站在他的立场 讲他 听得懂 适合听 容易明白 容易接受的 那个方法 那真的是要非常慈悲 善巧方便 所以像这样子 这个试色法 是我们在运用佛法 然后去帮助别人 那更实际讲 它其实就是 会促进我们的人际关系的 四种方便法门 正是很好的方法 那希望我们大家 听众朋友们 我们常说众生无边 试愿度 那我们也一起来学习 这个试色法的精神 来帮助 善变需要的人 或者说 跟需要的人的互动相处 我们也要巧妙地 来运用试色法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 古师傅给我们上的课 也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佛法 其实就运用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 是 尤其在试色法当中 布施爱与立行 这个都很容易明白 那个同事 我就觉得是最巧妙的 没错 也要相当智慧 揣摩对方的感受的 好 那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再进入我们的 心灵花园的单元 不要走开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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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再次回到我们的心灵花园 现在这个单元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就是佛光菜根坛的单元 师傅 所以今天师傅挑了哪一课 要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 因为我们讲说 现在是春天的开始 万物欣欣向荣 也可以讲 在佛光山可以看得到 新的一年的学习 也都全面展开 没错 一到了这个平常是weekday 我们晚上都还是有开 像禅修班 这个瑜伽 这些才艺班都有开班 那最多的班 还是比较集中在星期六 星期天 这两天 在道场 在佛光园 这学期大概有 大概五十个班别 在开班 看大家学习的这么 可以讲说是很enjoy 在各种不同的兴趣的学习 我看的是很高兴 那我是觉得说 养成这种学习的 一种好的习惯 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人呢 他会觉得说 哎呀 我这星期天 我都是在家里睡觉 都是上网的时间 这也是习惯 对 并不是说你就 一定没有办法 到佛光山 到佛光园去学习 而是你没有提起那个念头 试看看 你只要来个两三次 你又养成新的习惯 没错 到了星期天 就是我的法喜充满的一天 你把它规划好 养成习惯是很重要 没错 对 所以呢 我就看啊 我们在佛光拆根坛 因为我们的师父 星云大师呢 他在这个佛光拆根坛 其实有很多 很经典的词句 那拆根坛这个 金云满堂教科书里头呢 这其中的第五册 第六课 这课名啊 就叫做培养好习惯 王伟可不可以先把这个 拆根坛的内容念一下 好啊 可以 他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重复的举止 会变成习惯 定型的习惯 会变成个性 个性的所向 会决定命运 命运的好坏 会决定一生 真的很有道理 所以如果要把它直接 就拉得更近的话 也可以讲 就是重复的举止 当它成为习惯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决定了 它的命运 它的一生 对 是吗 所以特别在课文之后 里面呢 还有一段提要 就我很鼓励我们的 听众朋友们 就是到佛光山 佛光园的时候 我们有书局 不妨去请这一套 静域满堂教科书 小小一本嘛 然后里面有好丰富的内容 我们平常时 做事情呢 通常都是按照自己的习气 习惯去做的 好的习惯 就会成为习气 什么习气呢 气是像一种 一个人的气质 没错 那么这个习惯 当它融入你的全身心 你这个人流露出来的一种气息 就叫习气了 嗯 比如说 你就是有喜好读书的习惯 诶 这个人就是有点书香气 对 好 那个感觉 嗯 那如果说这个人 他就是脾气很暴躁啊 平常喜欢一开口就 如何 那他这个习惯这样流露出来的 哇 人家一看到说 哇 这个人的称恨心 嗯 这脾气暴躁的 那个 我那个习气太强了 我们都不太敢碰他的 嗯 大家都走得远远的 嗯 所以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 当你看到一个人 你不一定要等他讲话 嗯 有的时候你在他身旁 光看到他的面相 嗯 你有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感受到 嗯 所以真的要 我们讲因果关系了 对 当那个习惯要养成的时候 你要重视他是前因 因为当他累积 他就形成后果 后果了 这个因果关系是必然存在的 你像 比如说啦 我们不是隔几年都会掉职吗 对 掉职都换到不同的地方 那 寺院的 这个动向 都不一样嘛 结构不一样 那我们住的疗房也不一样 嗯 办公室的情况也不一样 对 所以当我搬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 比如说 我第一个就想 因为我们的房间很小 对 那占最大空间就是那张床 好吧 床最大位置我要定在哪里 另外呢 大的空间 我就要规划 啊 我要常常拜佛的 好 那么 我的观音菩萨要供在哪里 我常常看书的 书桌 要放哪里 书桌 书架 哪些书放哪个位置是 我会养成习惯 要去抽他来看的 放靠近一点 只是参考用具的 我就放远一点 就是在布局的时候 我也已经在想 放近的 会让我养成习惯 一次去拿它 这个就是 我是一直都有这样留意 这样做的 其实师傅跟我们分享这一篇 就是让我们感受到很多 尤其是我来讲 就是以一个普通人 我还记得 当我还没有成家立业的时候 有一些习惯不太好的 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衣服呢 叫换的衣服的时候呢 不知道该怎么样 去把它好好的归类 所以这个母亲就跟我讲说 好 那等到你哪一天的时候呢 就让你另一半 来好好的来给你养这个习惯 这个果然让我学到了 真的 这个是 就像在这篇课文里头 也讲了一段 佛陀跟弟子们的典故 对 就是说 大家看到路边有一张纸张 那么佛陀捡起来问大家 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纸吗 那弟子们就回答 这一定是包括香料的纸张 那因为它的香味还在 还在 那 但继续走 看到地上一条绳子 佛陀在把它捡起来说 那你们猜这是什么样的绳子 他们就说 这个好臭 应该是包括鱼吧 这样 所以呢 其实佛陀就告诉弟子们说 其实我们众生的本性 自信都是亲近的 但是呢 因为因缘不同 没错 就是你一直靠近哪一些因缘 在什么因缘下 你又有养成不同的那种习惯 就久而久之的一种习惯 然后就形成这个人 他流露出来的那种习气 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迷糊啊 接近什么 平常是一直在 熏悉什么 或者是养成什么习惯 不要不知不觉 这个 如果你重视养成什么习惯 就好像吧 比如讲了 有些人说 哎呀 佛学大概很难吧 就听到说 有佛学课 佛学班 也没有动念头要来听 其实呢 我觉得不是难 而是你还没有养成习惯 习惯 你听了觉得陌生 听不入耳 听不入心 是还没习惯 所以跟着 比如说现在 在佛光园 当然 在weekday的晚上有课 那在道场呢 星期天早上共修 下午 这个就是佛学班 那么你试看看 你忍耐一下 参加个两三次 之后你就听习惯 那你养成这个听法的习惯 你熏习的都是 有智慧的 这些 正面的 是 很自然 你养成习惯 听法就不觉得难 就好像 我们上星期 不是讲说 我们的这个心灵花园 在电台播出 这么十多年来 现在我们要 就是在下个星期 应该是最后一周了 在电台了 那之后我们转入 这个网络 收听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 会觉得说 哎呀以后可能不方便吧 其实不是不方便 我们肯定它一定是更方便 只是你还没有养成习惯 没错 而且还随时随地的 都在你的身边 是 其实就我自己的这个程度来说了 我不是电脑一族的 我不是网络一族的 那就是不是低头族 那它是我的工具 有时候收发email 那现在呢 我就敢下这个决心 其实我们谈了好多年 这个经费一直是负担 那么我不忍心这样子做 因为我想有一些人 像我这样都不懂电脑的人 可能不懂上网 对 所以又一年一年 我们提出来讨论 最后还是下不了这个心 那么到我看这两年 那个智慧型手机 手机的功能 照相啊 录音啊 什么 好多 有些我都不晓得 那是什么的都有 那我看到是什么呢 比如说 LINE WeChat App 这些 对 好多 你只要 比如讲说 如果你懂得上 多伦多佛光山网站 你上去 它有多媒体红法 它有人间学院 你点进去人间学院 所有佛学班的课程 有录影的 全部都在里面 法会开示 全部在里面 那我们电台节目在哪里呢 在多媒体红法 你点进去 有两栏 一栏电台红法 第二栏电视红法 像这样 你再点这个电台红法 然后再进去 哇 我们的几个节目都在里头 都在里头 而且你要听到 追溯到几年前都可以啊 所以像现在不用电脑了 手机 平板电脑 是是 iPad 那我看 我现在听到很多新徒跟我讲 他们有时候在外面很忙啊 赶快 那个手机一按 耳机带着 哇 几个星期的都一起听完了 所以我这样观察 现在是更方便了 所以也是时候 我们就完全由电台就转入 做这个完全是网络上的红法 不过呢 我们还会再有更详细的资讯 跟大家去分享 不过所有的听众朋友 也可以在YouTube里面 就打心灵花园 或者是欢喜自在 或者是与幸福有约 都会在里面非常方便的找到我们 是 对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告一段落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知道 我们多多佛光三世 最近的活动的话 都可以打电话到905-814-0465 或者可以像刚刚师傅提到的 上我们的网址 三个W.FGS.ca 谢谢师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 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拜拜 感谢佛光文教 如是我闻 音乐提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